10月16日晚,一位博主发视频称,一名司机驾驶问洁车在高速上开车时开启辅助驾驶功能,而司机疑似在睡觉,车上除了司机还有孩子和另外一名乘客。 据集穆新闻报道,对此,车辆厂家表示,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,不建议司机如此。 后排乘客拍的视频显示,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前后都没有其他车。 司机双手离开方向盘,靠在座椅上,疑似睡着了,而后座上还有个孩子。 视频显示该司机开的车试文件,对此,有的网友称司机如此开车很危险,也有网友认为这是在摆拍。 17日,温洁克福工作人员表示,该车有疲劳驾驶预警功能,车辆系统识别到司机出现疲劳的时候会提醒司机注意,不过该功能可以被关闭。 该车有辅助驾驶系统,但这不完全等同于自动驾驶,不建议完全脱离对车辆的驾驶。 即使司机当时并没有睡着,只是进行摆拍,也不建议司机如此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